哈佬哈佬,2020年2月17日 各位万迷早晨,欢迎来到今天的第四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我刚才在街上工作 突然间几个社交媒体都传来到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消息 就是我们一位超人龙门Herry Great 刚刚就正式遇上尺,离开了我们 我不知道有多少万联球迷的朋友是认识这位搜门员 如果大家认识万迷的搜门员 我想最多人认识的是迪基亚,舒米高,雲特沙 但Herry Great这位门将 其实在我们万迷球迷的心目中是一位超人的门将 并不是夸张,他真的是一个超人 来的,让我不断讨论一些超人的故事 早二月初的时候,好像每一年都做一节 我们万联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天 的一个怀念日子,暮尼克空难 其实也有点失望的,为什么呢? 我已经是第三次做这一集节目了 这个纪念日的节目 每一次做的那一段影片 都是比平常小人看的 老实说,大巴,你自己做一堆 你那些片小人看的问题 可能是,但是当我看到我们说转会枪 说长波看成什么时候 你看到多些人看的 但是一说毛尼克事件 特别小人看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点灰心的 因为这一天是在万联球会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天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忠实万联球迷的朋友 觉得这一天很重要 这位Harry Great,这位超人门将 正正是和毛尼克空难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因为他正正是飞机上高 其中一位万联球员 当时万联的守门员 而他最超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飞机跌下来之后 他不特别没事 他还帮忙救人 帮忙救人 也不特别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十几天 他已经可以落场踢球 我们不要管的守门员技术是怎样的 你只是听到我刚才说的几件事 我自己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绝对已经值得用超人去形容他 我现在找了一段家庭的报导 详细说多一点点 这位超人门的事迹 他就是一个北爱尔兰人 刚刚过世了 享年87岁 这位前万联和爱尔兰的门将 Harry Greg Mu-Lec-Kun-Lan的其中一位英雄 刚刚过世了 87岁 他的过世 刚刚在Harry Greg Foundation 在星期一的早上 在英国时间 星期一的早上公布 Harry Greg 是Mu-Lec-Kun-Lan 1958年2月6日 这件事发生 事件发生后 有23位人士过世 他除了是survive 即是跌下来之后 没有事之余 他还成功救了波比查尔兰 和Dennis Follett 两个 还有一个20个月大的小孩 BB 也救了一个大肚子的女士 他那个Foundation 声明是这样说的 我们非常悲哀 因为万联和不爱尔兰的一位 名宿Harry Greg OBE 就过世了 他在一间医院 是过世的时候非常安长 以及他的家人在他身边 Great的家人想多谢 Cosway Hospital 医护的职员 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在最后几个礼拜 好好地照顾了Harry 他们多谢每个人 去悟念 以及给一些关心 给Great的Family 的情况 OK 大家都希望他有一个 Privacy 即是一些私隐 这位超人闻将 他当时不时比博士 1957年 用了23000英镑 当时是全球最高薪价的球员 买了他过来万联 之后一年的世界杯 被投票是最好的龙盟 他总共在万联过了九个年头 虽然在九个年头里 他没有为万联赢过任何奖刊 亦是1963年的竹总盃 他因为受伤 所以没有踢到 为何他没有奖牌呢 因为有两次赢了联赛錦标 由于出场的数据是不够 他总共为万联赢了247场球 包括一场3比0赢石周三 这场球正正就是 毛利亚凶难过了13天后 球会也作出声明 我想我们相当悲哀 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们的前救员 亦是一位名宿Herry Gregg OBE 我们的球会 都会怀念他的 他的家人 和当他是朋友 他结果始终 离开了万联 转到士督城 亦曾经做过领队 他也代表过 北海尔兰国家队 25次 以上就是Herry Gregg 在万联上高的点滴 除此之外 有些朋友 都会出了一些 社交媒体 出声道念他 我在这里 折录了少少 我相信 每晚都会越来越多 朋友去出一些 悲哀 的 OK 这个是我刚刚 比较早就看到的 这个 Emmon Holmes 他就说 You are a hero 你是一个英雄 一个英雄可以 在一个空难之后 还可以救到他的朋友 他就说 以往我经常都很喜欢说 他是一个真人版的奇连仪少 接下来 BBC的记者 Simon Stone 他也说 很值得提 就是 Herry Gregg 十三日之后 空难十三日之后 就已经可以 代表万联踢球 这个 心理的态度 心理的状态 心理的状态 心理的之强 真的非常令人赞叹 好了 这位就是 Norman White 就是韦西迪 如果有看曼联 有好像我这么久的朋友 应该就听过 这位球员 在我初初看曼联的时候 韦西迪 就是一位天才的 年轻球员 他就说 当他15岁的时候 就是韦西迪 15岁的时候 Herry 就去了 他那里 在 Makeshure 在医院那里探他 Makeshure 曼联就好好照顾他 OK 就是说 除了他对 球队 球员 他对所有的年轻球员 都是非常照顾 可以说是一个真曼联 另外我看到 Gary Neville 都出了 这道文 OK 另外 我现在开始看到 我没有截图 好像有些其他 曼联相关的人士 都出了这道文 我一直在读 Makkaya Maklaire Maklaire 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坚 是比较年纪大 曾经做过我们的助教 也是我们的前锋球员 Brian Maklaire 他说 几个月之前 我也很有幸 去探了 Herry Great 他也在当时 给了很多 他的经典 分享给我 我也听了很多 他说的 关于曼联的故事 有开心 有不开心 我当日 觉得非常之庆幸 OK 希望他的安息 和家人 可以 尽快过渡 我们另外一位 现在的助教 Mike Phelan 也出了个图文 就是说 R.I.P. 我们也是为你祈祷 我们永远都会记住你 你 我 你 有点 我 不 你 是 我 要 你 在马上 你 不能 感谢观看